主祢的弟兄姐妹早上好 再次欢迎在主日在线上来一起的来敬拜 以及来聆听上帝的话语 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教导 那就是教导我们如何将身体当作活祭线上 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的经文 那就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 也是我们常常祷告的 所以今天早上我就要透过这两节的经文 让我们从保罗的这个信息上我们有所地学习 所以今天早上我的主题就是从这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 讲到将身体当作活祭线上 让我们一起再来同心来念这两段的经文 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一节 他说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线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节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和为神的善良 孙前可喜也的旨意 让我们从这两节经文 我们今天一起来探讨究竟保罗要教导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功课 使到我们能够全心的能够将自己来奉献给神 成为一个活的这个活祭 被神使用 在罗马书第十二章 其实并不太难懂 但困难不是在理解上 而是在事件上 好多人以为说信仰生活是从基督徒的行为开始 但并不正确 我们要认识基督的信仰 应要先接受耶稣基督 相信祂是我们的救主 接受祂成为我们的救主之后 然后我们去经历 然后才能够事件这个行为 这就是圣经的赤系 要先得救 才开始服事 而不是先服事 才来相信 倘若已经清楚基督信仰 也在心中已经经历了 耶稣基督的救恩 但若我们没有在生活中事件出来 那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半个的基督徒 因为这两者是息息相关的 一个必须在另一之先 另一必须仅随着而来的 因此完整的基督信仰是 信心加上行为 教义加上行动 因此罗马书这第十二章 主要是讲到这三个方面 讲到这三个方面的关系 对神 对神 对自己 对他人 因此保罗恳求我们 首先要 对神 一个正确的态度 我们跟神的关系要对 因为我们已借着 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的救赎 而成立 与我们的父神和好 因此呢 最重要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有开始以这三位一体的 真神保持新鲜的关系 是绝对重要的 刚才我们所读 罗马书第十二章 第一到第二届 主要讲到这两件事情 所以我想我们重新再念一遍 好好的来看这两件的经文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 劝你们 将身体训上 当作活祭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神所喜业的 就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活祭 是圣洁的 这是神所喜业的 他说如此事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他教导我们说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察愿 何为神的善良 神权可喜业的旨意 那我们该做什么呢 从这两段经文到了之后 我们又学习到 我们该做什么 我们不该做什么 我们要知道在旧院 犹太人他们有摩西的立法 总共有613条 都是在讲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但是今天感谢神 我们今天新业的青督徒 我们也有许多该做和不该做的 不过我们的差别 不过我们的差别跟旧业的差别在哪里 我们已经被圣灵重生 和被圣灵充满之后 我们就会分辨 哪些我们不该做 哪些我们应该做的 所以在这一章就告诉我们 对神哪些该做和不该做的事情 第一 教导我们说 我们应该向上帝宣祭 那在旧约的时候 在旧约的圣经 神的百姓 他们若要进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祂 他们必要带着这个基务来宣祭 在每年的业界的时候 在耶路撒冷的路上 就充满着朝圣客 他们圈着羔羊来圣殿 若不然 他们就是在圣殿里面 来买这个无虾齿的羔羊来献祭 这些羔羊要被宰杀 作为旧献给神 这是旧约以色列明 他们赫里的侍奉 也是他们属灵的敬拜 那今天呢 这一切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终结了 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羔羊 祂就是这位神的羔羊 被献给神 除去我们世人的罪孽 意思呢 今天我们借着祂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今天不需要再圈着这个 像旧约一样 先说这个羔羊带到教会来 被宰杀 当祭物献上 来呢 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 来敬拜神 我们仍然需要这个祭物 不过这个祭物不是那个动物的尸体 而是活的祭物 而是活的祭物 这祭物就是我们自己 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祂的时候 祂要的是我们带着自己的这个身体 作为活祭献给祂 这就是保罗所教导的 在今天的新业 我们不需要再像旧业 带着那个动物的尸体 来献祭给上帝 我们神要的是 因着耶稣已经成为这代具的羔羊了 所以我们透过祂 我们现在成了上帝的额里了 所以我们来祂面前的时候 我们是带着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 当作活祭献给祂 因此保罗就在这里 恳求 他讲到这句话 恳求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 带着自己的身体 当作活祭 再重复 他在这里恳求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神的时候 就像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教会 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 我们要带着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就是一个活祭 来献给神 因此 基督教就有许多关于身体的教导 我们的身体 他讲到 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电 当我们重生之后 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我们又在身子上荣耀神 当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 为我们付出罪的代价 他不单是树买我们的灵魂 他也买树了我们的身体 也就是我们的灵魂体 那尽管这身体 我们是树于他的 但是我们的主界从来不强 被我们将身体献上 因此信了主的基督徒 我们要明白这个真理 但是很多时候可惜 我们硬不明白这个真理 虽然我们有了耶稣 住在我们里面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 神做这个身体 是圣灵的电 要将活迹献上给神 因此我们不明白这个真理 我们仍然糟蹋 污蔑自己身体 做不该做的事情 做谁都不讨神喜的事情 因此保罗就呼吁我们 要将身体献给神 那这个身体 包括我们的全能 我们的聆听的耳朵 我们看事物的眼睛 我们发生的嘴 我们工作的手 和喷跑的脚 我们的整个全能 要奉献给神 所以将身体献上 是主对我们的要求 当耶稣基督的身体 返回天下之后 他在地上 已经没有自己的身体了 他若要在地上 向人所化 要服侍我们人的时候 他就要借叫我们 这些蒙恩得救的人 来做了 所以当我们能想到 灵魂敬拜的时候 我们常常所想到就是 灵和魂的部分 但是保罗在这里说 将你的身体 就是说将我们的身体 要献给神 也是一个属灵的敬拜 不是单单灵魂而已 包括我们这个身体 就是一个活计 要将这个身体献给神 也是一种属灵的敬拜 这就表示说 我们不论在任何一个地方工作 不论是在办公室工作也好 在厨房烹饪也好 在家里做打扫工作也好 在任何一个地方 你服侍人 或者在任何一个地方 你的工作 需要你要尽事 要尽忠 这也是一种 在神面前的一种 属灵的敬拜 所以就没有所谓 就是在教会事奉 才是服侍神 在任何一个地方 其实这就是一个 属灵的一个敬拜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 这是多么美好的敬拜观念 将身体献上 这也是保罗要教导我们的 不要以为说就上教会 在这段时间我们敬拜神 当然我们这段时间 我们敬拜神多好 但是在平常的每一天 每一个时刻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坐在主的身上 坐在人的身上 这些就是一个属灵的敬拜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 所以当我们明白一切的工作 也是属灵的敬拜的时候 我们的工作的心态 就不会就不一样了 我们这种每一件事情 我们都非常心甘乐意 因为我们知道说 我们在做的时候 是在侍奉神 所以保罗就在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再看一下他 一开始他就用一个 非常全联的字用 我不知道当你读这段经文 这一节经文的时候 你没有注意到 他用一个非常强烈的字眼 这是什么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那我们应该是受到 上帝的审判的 公正审判是我们应得的 慈悲怜悯是我们不配的 但是现在保罗却已在上 神的慈悲劝我们 那是我们不配得的恩典 这好像一个做巴巴的 他欠孩子 他以他的慈悲 欠孩子 你要这样做 这好像一个老师 欠他的学生 他是在上的 欠他的学生 这些什么 这些就是我们不配的恩典 所以这里保罗说 神是以在上的慈悲 来劝我们 这本来是我们所不配的恩典 那什么叫做慈悲呢 慈悲劝我们 就是说 我求求你们 我恳求你们 你看 好像这里保罗说 神其实他有全力审判我们的 但是他硬做救赎了我们 他也为我们将身体献上 所以他恳求我们 我求求你们 将你的身体 好好的奉献给神来使用 因此12章第二节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 劝你们 感谢神 今天神 以这样这个 很崇高的地位来 劝我们 所以我们应该说 很谦卑的 我们来接受 上帝的这个恳求 我们要将身体 本来我们不配的 但是应若 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 但是这句话 只能够对蒙恩的基督说的 因为什么 他不可能恳求 还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 他们还不知神的恩 他们还不认识 也不知道上帝的慈爱 怜悯 也不认识上帝的救赎恩典 因此他们就不会感恩 但是我们基督徒 我们有感恩 所以保罗基一个理由 要感恩 并永远将身体献上当活去 所以曾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你我在那一刻 不认在什么时候 当我们那一刻信了耶稣基督以后 我们 神就是要求我们 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 我们要将自己身体 当作活去 献上给神 这个献上 是永永远的 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 他要求我们 很志愿地将身体当作活去 永远地侍奉神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侍奉的时候 我们就带着什么 喜乐 就像今天在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做露营的弟兄姐妹 他们这个也是一个属灵的敬拜 他们也是一个属灵的侍奉 这是神所成所行业的 虽然我在这里讲到 是属于属灵的侍奉 当他们在这里录影 也是做一个属灵的敬拜 所以你不论在任何一个地方 这就是一个属灵的敬拜 那接下来 我们又继续从身体 我们转向我们的心思 显然我们的身体所做的 我们身体要做一个决定 要做什么东西呢 都起介于我们的心思所想的 你心思所想的 你就会去做 我们的心思界定我们身体的硬作 一直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 他就接下来保罗说到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特别讲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察验 何为神的善良 孙权可喜悦的旨意 叫我们的心意要更新 变化 巴罗这句话可以总括一句话 就是说 叫我们的思想不要做变势龙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 你看过变势龙吗 这个图画就是变势龙了 变势龙是一种CT类 比较分布在东非跟马达斯加 马达拉斯卡 他们到那里有非常多的这种变势龙 这个变势龙 你看 这个变势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深入 它的身体的颜色 可以随着环境的颜色不断地改变 三分钟可以变十多种的颜色 它会随外界的环境而变成相同的颜色 不论你放它在哪里 那个地方是青的 它就变成青的 那个地方是黑的 它就变成黑的 它会放在哪里 它就会随着这个环境而变化 那在这里呢 保罗就写这个封信是给罗马人的 叫我们不要笑发像罗马人一样 就是说不要叫我们 我用到变势龙 你知道变势龙就是讲到 一个人随着环境常常改变 他的思想一直完全 一直常常改变改来改去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中国一个舞台记吗 叫做变脸的 他一转一脸变一个脸 转一个脸叫做变脸 所以大家看着 这个人真的很会表演变脸 有没有 那我们今天有一句话说 这个人处在那个环境 他就是说见到人 见到人讲人话 见到鬼讲鬼话 那为了他自己 这个人就是常常变来变去 为了自己的好处而已 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 他是写罗马书 就写给罗马这教会 写给罗马这教会 刚刚好这里有一句书语 说到 入乡随书 我们常常华文都听到个字 入乡随书 当你来到罗马 你就照着罗马人那样做 这不是很有意思吗 但是保罗在这里叫我们说 不要像罗马人 你知道罗马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帝国 他们精势非常的强 但是他们后来 这个国家灭亡是什么 因为他们里面的道德腐败 所以是里面道德的腐败 结果这个罗马帝国就灭亡了 所以保罗教导罗马的信徒 就这边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了 叫我们不要效法 这个罗马人所做的 不要让他们的道德 这种不好的道德 影响到你 不要让他们的思维影响你 你要有独立的思想 不要让别人牵着你的壁纸走 所以这也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 叫我们基督徒 我们虽然入世界 但不是要出世界 我们不要随波逐流 在那个环境就跟着 世人来做同样各世人所做的 那新耶圣经中 极可悲的一个人就是迪玛 圣经说迪玛离弃耶稣基督 为什么 因为他贪爱世界 被趁入了世界的模式 所以迪玛贪爱世界 所以他离弃了主耶稣 那我们该如何的避免呢 有些人说要避免最好是进入修道院 疑似脱离了 就知道修道院不要跟世人在一起了 但是我认为这不是很正确的解决办法 为什么 虽然你离群不展览世数 当你旧有的那个思想模式 仍然存在你的思想里面 所以你仍然里面还是产生很多的无畏的 所以我们思想是要更新了 那如何解决呢 那我这里说答案是做一次毛毛虫 而不是说变势龙 我用另外一种的昆虫 那保罗在这里他说 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更新变化的希腊文 这个字叫做metamorphosis metamorphosis的意思是说 里面的心意一直在改变 那我就用这个毛毛虫 为什么 因为毛毛虫开始是很不美的 但是最后就变成了一只七彩 一个非常美丽的这一只蝴蝶 你看这个蝴蝶 当它生卵在这个叶子上的时候 大概三天到六天左右 那这个卵就开始破壳而出了 就成为了一只小小的这个毛虫 毛虫出世的时候非常的小 但是在一个礼拜当中 它吃得很快 而且它生长得很快 这只毛虫就成为了一只毛虫了 那这个时候这个毛虫呢 它就开始呢 行早了 不再住在树叶了 它行早 它就积极在一棵树枝上 然后它开始呢 就产生了这个蝴 这个蝴呢 就包住它整个 然后大概 大概是两个星期左右 那这个蝴在里面呢 这只毛毛虫就一直在里面产生变化 形成了里面的变化 然后到了两个星期之后呢 它就破壳而出呢 就成了一只很美丽的 一只七彩缤纷的蝴蝶了 你看到 所以蝴蝶从卵到蝴蝶 里面的整个生命的变化 是什么 是内在生命的变化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写毛毛虫 因为它有一天 会变成一只四彩缤纷的蝴蝶 但它的颜色 不像这个变色龙改来改去 它的颜色不是从外在环境来的 而是从里头悄悄地形成的 在它游泳里面的时候 它就开始慢慢地形成变化 直到一天呢 两个大概两个星期左右 它就破涌而出了 就出现了一只很美丽的 一只我们看了很非常喜欢的一个蝴蝶 它就这次美丽的蝴蝶就喷发出来 让世人看见它的试菜了 那这就是保罗所讲的metaphosis 心意更新的变化 我就引用着这个毛毛虫 来看到内在生命的改变 这就是保罗的意思 因让我们基督 让基督从我们内在产生 思维思产的变化 内在思维是经过变化的基督徒 就好像毛毛虫一样 从内在生命变化成了美丽的蝴蝶 神所要的就是说我们内在改变 内在改变 我们内在生命里面的被基督来改变之后 我们就带来了外在的改变 所以更新变化 我可以引用 可以从主耶稣的身上可以看到 当耶稣在黑门山上的时候 他在三个门徒的面前改变了他的形象 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一到第二节 这是说到 在耶稣走上十字架之前 他带着彼得雅各约翰 三位门徒暗暗上了高山 只在他要上十字架之前 他上了这个黑门山 就在他们的面前 他就变了这个形象 连面明亮如日头 衣裳洁白如光 耶稣整个人改变了 门徒们看见 他内在了荣耀真的的形象 这是他上十字架前的 那一山的选线 与荣耀的形象 那更新变化这个词迹 也存在哥林多后书三章 用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 这也是保罗说要给哥林多的教会 这样他会更新变化 他说保罗说我们天天 当改变成基督的样式 好像从镜子里面 仿造他的荣光 就变成主的形状 那不是模仿别人 乃是耶稣在我们生命中 产生出来的一种的品格 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 第二届续 接下来他说 如何查验 何为神的善良 顺前可喜悦的旨意呢 也就是说 我们如何知道神 对我们一生的旨意 很多基督徒常常问 我怎么样明白上帝的旨意呢 我们如何知道神 希望我们未来 要做这个做那个呢 蒙神引导 没有效果的 没有接近的 我们不明白 是因为我们未将身体献上 我们的心思没有改变 所以我们无法期望 神写明他的旨意 所以除非我们愿意说 神啊我愿意 从我信主的那一天 我愿意将我的全能 我的身体 当作活去献上给你 让我的思想一直在 蒙主离圣灵的更新改变 那我们就能够 在透过这种亲近神的时候 我们生命呢 就开始明白 上帝用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能够更清楚地 明白上帝用我们所做的 这是选明他的旨意 在我们身上 因此呢 要知道神在自己 生命中的旨意 简单和两个 和两个很重要的步骤 第一 将自己的身体 献上给主 这是神所喜悦的 我再重复 将自己的身体 献上 一次完全的献上给主 这是神所喜悦的 要让自己 心意更新 而变化 我们就能够 查验神寻全可喜悦的旨意 简单的说 将自己的身体 献上 我们心意志 常常被圣灵来改变 那我们就能够明白 神在我们每一天 每一天的脚步 神会引导我们所要做 讨他所喜悦的事情 所以我做一个结论 以上所述的是 我们基督徒应有的心态 既然神已经 以祂的慈悲救赎我们 我们就当做什么 要常常带着感恩的心 这个很重要 基督徒要常常带着感恩的心 一次 献上 永远地献上给主 从信主的那一天开始 我们有永远地将自己 完全地献上 被主来使用 我们同心来祷告 恩主耶稣 祝我们感谢祢 多过离神所使用的仆人 把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来教导我们 罗马书第十二章 第一到第二节 讲到 我们是蒙救赎的 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常常说 主啊 我们的身体 是应当是一个 被圣灵重生的 是一个圣洁的 我们要将身体 当做这个活祭 然后献上给神 是神你所喜悦的 所以我们如何 在每一天生活当中 我们能够更新呢 主啊 我们学习像 毛毛虫一样 我们里面的生命 一直被圣灵来更新 一直在 内在里面的改变 当内在生命的 被改变的时候 我们就会活出 外面的这个行为 使到人家看见我们说 认识到我们是 耶稣基督的门徒 让我们在神 在人的面前 主啊 我们能配得说 我是主的门徒 我能够被主来使用 所以主啊 谢谢你 也教导我们 在每一个工作场所 在每一个任何一个地方 我们就成为 耶稣基督 你美好的见证 让我们内在的生命 被培养出来 我们活出外在的生命 主啊 谢谢主 让你的话语 来更新我们 每一个弟兄姐妹的 属灵的生命 让我们全教会的弟兄姐妹 听到你的话语的 都能够更加 每一天能够更加 能够爱你 主啊 谢谢你 虽然在这MCU的 这段期间 我们没有办法 来到上帝里的圣殿 但是我们仍然能够 透过世线上来敬拜 来透过线上 来传讲神的话语 也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我们能够继续地 将这生命当作活祭 线上被神你自己来使用 我奉主耶稣的名 祝福我们在座 所有的弟兄姐妹 愿神祝福你们 将个安恩祷告 奉靠我主耶稣基督 你荣耀得生的名 Amen 我们在座场里面 我们在座场里面